今天有什麼動作?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可以送一個洗碗機 洗碗機? 是啊 到樹巴牌子的洗碗機 到樹巴牌子的 OK 現在要購買一個洗碗機 你買一個洗碗機 我記得是在雙十二買的 雙十二有10% 大約是一千元左右 一千元左右 一千元左右 所以不是很貴 是幾乎一千元吧 有這麼大的價格 聽說這個可以擁有八十一樣東西 它的光格 包括小碗碟 以及一千元 其餘的筷子 柴柴柴柴柴柴 可用在還有一千元 可護得很好 還有兩支木 這是兩支木 这个是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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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么难拿出来了 现在还要这么来开心 好难哦 他做一个外皮包子 有一个 船家用的东西来 给你保护 这个就是 我新买的晒饮机 怎样开呢 一个晒饮机 看是怎样 可以放很多东西 这个是说明书 一个说明书 一个说明书 一只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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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拔掉那只拔掉 怎么开呢 哦 这拔掉 你怎么吃了 你怎么吃了 这拔掉 有件事 你怎么吃了 好 兩邊會有一邊,如果是固定的話,兩邊一定要鎖住它 怕它會搖,它會暈輸的時候上來,是吧? 它會暈輸的時候,裡面也會有聲音,是吧? 所以剪掉兩邊的樹蓉帶就可以了 剪掉兩邊的樹蓉帶就這樣了 下面的樹蓉是這樣的 這邊有一個風扇的東西,下面有一個風扇的東西 因為這個可以控干,是吧? 不知道,我們還沒用過,等一下開電動才知道 我們要去看這邊的東西 我們要看這邊的風扇 我們要看這邊的東西,我們要看這個風扇的東西 我們要看這邊的風扇 我們現在買了一架新款的洗碗機 現在這個洗碗機的型號是叫做DW08T1S 它是省電、省水 可以裝得很多東西 你說這個標誌是嗎 這裡有顯示給你們看 它可以做什麼 比如省水、省電等 這個是新款的洗碗機 剛才出的 我們為了這個洗碗機 就訂做了這個白鋼的桌子 這裡有很多櫃桶 我製了很多櫃桶 我製了很多櫃桶 我開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第一層呢 我是放這些 暫時放這些碗、湯匙、叉 類似可以夾東西來封口的夾 暫時是這樣放 有時候可以剪東西 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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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層呢 是放這些 各式各樣的調味料的東西 我們製作這些 好像豆腐夾這樣的東西 可以分類 哦 有胡椒粉 有 咖哩粉 調味料醬 煮咖哩的調味料醬 乾糧的冬菇 雜糖的東西 全部都放在這一層 做豆腐夾的功能就是這樣用 這個也是做豆腐夾 一般是做豆腐夾的 要做豆腐夾的 要做豆腐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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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碰我碰我 那還有其他的幾格呢? 你放什麼魚蒜? 這格呢,我老公說拿來放刀 魚蒜,因為直接做這一格 放刀,不可以放到圓圓 這個放,拿來放刀 魚蒜,這個小小小 所以這裡小一點,拿來放刀 這些又放一些 蔥頭仔啊,蒜米啊 如果有其他甜味料的東西 都可以放在這裡 因為有多多豆腐,是不是? 可以放很多東西嗎? 分類啦 容易啦 煮東西的時候就容易找到 所有用的材料啦 如果你是多藥材的話 你也可以來放藥材 來放藥材 來放藥材 自動放藥材 不用把自己推到 我自動收縮了 這些啊,可以放油 大件的東西 或者多數量的東西 乾糧啊,我需要放藥材 紅棗,杞子 我就放在這裡 一包包樣啦 容易找啦 可以放很多東西 然後油啊,大件的 可以放在這裡 不用看到廚房那麼亂 這樣輕輕吹一下 它就自己彈回去 不彈的話 你再吹多一下 它就自己彈起來了 哦 是不是那天你去到 甲洞區的小工業 叫這個師傅做那個櫃,是不是? 是啊 為了這個產品 直接做這個櫃 花了不少錢 那櫃做了什麼呢? 你有沒有介紹哪些? 三千多 三千多 還是這個包包櫃 這個櫃 三千多 這個櫃很大 這個櫃都差不多有四尺 四尺長啊 有啊 我老公設計 說這樣做這樣做 比較實用啊 這個洗機是 洗碗機是 洗碗機 說錯 不錯 多少 一千一 一千一 好像一千一元 又餓褲 雙十二又餓褲 這個洗碗機呢 我老公說是 一千一扣 現在有雙十二又餓褲 所以現在一千一扣 很多人買 為了這個洗碗機的 一千一扣 就訂造這個櫃 多用了三千多元 這整套櫃 四千多元 很好啊 都很好啊 到它 它比較夠闊 又乾淨 我老公做到 這個櫃 和這個食屎櫃 平平的樣子 可以放很多東西 例如 洗碗機 要洗碗機 沖乾淨 渣 吃了渣 例如 骨 調味料 那些 蔥 蒜米 處理乾淨 才放在這裏 才放在這裏 才慢慢倒進洗碗機 裏面 就幫些地方空間用 這個是我老公 哲藝威的水喉 這個水喉 以前我們有個洗衣機 這個是洗衣機的泥水 泥水來洗三副 這個灰色的是洗碗機 你的洗衣機放在哪裏 洗衣機放在這裏 洗衣機放在這裏 放在白鋼桌的旁邊 就在這裏 我老公量到尺寸 剛剛好 放得到這個洗衣機 和這個桌子 OK OK 好 然後 這個洗碗機是這樣的 它下面 有一個類似風扇的魚翼 看得到嗎 裡面有風扇的魚翼 它上面的籃子 吊著一個風扇的 好像現在我拉出來 它跟著籃子跟著風扇 那個風扇好像是出水的 嗯 水是在這裏出的 下面一個 上面一個 這個是上面的 水是上面的 所以 最重要的是 它有出水位 這個風扇 鑽在 它說不可以打到這個東西 我放下它 它說 你放那些碗碟 鍋 鍋 那些碗碟 不可以放在這個位置 風扇位 那些碟碟 因為它轉的時候 你放得高過 它說這個東西要打 這些東西會難 所以不可以超過這個範圍 最好是放碟碟碟 低一點 下面都是有一個 下面的不可以掉的匙羹叉或杯子 掉到少許下去 都不可以 因為下面有風扇的東西 是噴水的 然後這個位置 藍色這個位置可以拆出來 是洗渣 比如說你撞不乾淨的食物 掉下去就可以清洗 清洗的時候用牙刷乾淨的東西 裡面那麼旺 這個就是 外國人的水是有硬水的 我也第一次聽 外國人有硬水就要用這個地方 用這個東西 用這個東西 好像是中油或中尾 打開那邊的蓋子 這個放進去 然後放一些鹽 放一些鹽 放在這個地方 蓋著蓋子 給它曬 讓它水變軟 他們叫做鹽水 我買了這個洗碗機之後 我就知道現在世界上 原來是有鹽水 是有硬水 所以外國的全部是硬水 你的意思是嗎 外國的全部是硬水 所以你買這個洗碗機 你再放鹽水 讓水變軟 用來買了 是軟水的 所以就不需要用鹽下去 只是放乾淨粉 和洗碗液 這樣就可以用了 所以這個機器你之前用到 已經有幾段 你覺得這個機器值得買嗎 值得買呀 還有這個位置是放乾淨粉 洗碗粉 這個是放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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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碗液的 噢 放洗碗液 打開這個就可以了 這個放洗碗液 你不能超過那個界線 洗碗液 這個是放些 洗碗粉 OK OK 那麼洗碗粉 有很多種類的 你介紹哪一種正式是用 是這個洗碗粉 我們買這個機器的時候 就要送我們一罐 這個牌子的洗碗分間 他們這個洗碗分間 是否有些做成一九九的 這個是沒有一九九的 它是一罐的 你洗的時候 你就倒一個 這個蓋子 這樣的份量 擠下去就可以了 OK 你買一九九的劑也行 我用這個 這樣一罐的粉 來自己擠就行 這個粉 洗碗液呢 我就 用這個 OK 謝謝 就是這樣 我雜事還沒洗子 因為等我 我的 子女 吃完了 他們的午餐 我才做一次過洗 師傅 你砌到 多來洗 是 所以現在還沒放滿 還沒放滿 還沒放滿 五十仙是不是 啊 洗一次碗 是 所有水 和電的費用 是五十仙 如果 你給 五十仙 你的子女 你子女 要幫你洗 肯定不曉 不會 或者你給五塊錢去 或者可以考慮 如果你說 你給五塊錢去 他不需要幫你洗 所有的碗 所以 一擺洗的碗 有至多 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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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個份量 八個份量 不是 你只多個碗碟 八十一個 聽說 好像是 所有 所有 每一件 每一件 份量 才大小 包括碗 碟 茶杯 茶杯 茶 全部 你可以放到 裡面 有八十一樣東西 所以八十一樣東西 每一擺洗的量數 是五角錢 是的 除了 這些鍋都可以放得下去洗的 可以放 可以放 總之你沒有放到超過那個 好像風扇那隻東西那裡 就可以放下去了 這些鍋都可以放下去洗 所以這裡方便 如果只是洗碗 鍋不能洗的話 就沒有那麼好 因為鍋都可以洗 是 安妮姐 你所有煲餐 你當作洗衣架 放上去嗎 這個 方式放煲 我學那個 香港明星肥媽的 因為我看到 香港肥媽的 徐童 都是這樣掛在瓶子裡 做些鉤子 掛在瓶子裡 不過我這裡 有一個洗衣架 那時候我買了一些鉤子 西相妹 然後就掛在這裡 哇 這個廚房也有很大 OK啦 拜拜 就是這樣 多謝你介紹 給別人這麼好的洗碗機 OK 有空 我給別人 你 我來 有 有